明月赵五星 明月一样的防着 随着二人一起生活之后 彼此也慢慢的产生了感情 明月会催眠 于是李千就成了那个恶怜的催眠对象 里面被催眠之后 他就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妄言 为了搞笑 有意思 两人之间的好感 也是在这个时候迅速升温 之后明月也慢慢的被李千给吸引 两人最后终于彼此坦承了自己的心意 明月也知道 一直是自己也误会了明月 终于兴奋地走到一起 之后两人就开始各种的撒糖喂狗粮 各种花式细纹 小编在这里提醒 真的是高能欲求的 在李千生辰当天 明月为了给李千一个不一样的生辰宴 于是精心筹备了一场舞蹈 明月一身才艺 翩翩起舞 本身就十分美丽的明月 在经过一番打扮之后 就更加的精彩多目了 不说别人 李千就被这样的明月深深的迷倒了 于是李千一把抱住明月 在明月的耳边说道 你好美 明月天后羞涩的低下头 而李千在看到明月 难得娇羞的一面之后 再也忍不住 亲吻上了明月 真的猴天猴天 好了就先说这里吧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月